美國大新聞也是三個士兵在約旦 在敘利亞邊境那裡 就被一部人機襲擊 就是死了三個人 傷了三十幾個 美國這邊 現在就美國 這次一早就開始就在這裡說 就是打伊朗 襲擊伊朗什麼 最激進的那些 好像林茲克林 他們說要打黑蘭 我就真的很不贊成這些了 這是過分的 你不如炸了那些軍事基地就好 你去灘蘭那些是政治中心來的 你弄死它 人口那些 人口那些死都無辜 但是那些軍事設施你應該炸的 應該多炸幾個 好像特朗普無人機就把他偷殺了 是這樣的 這些選擇性才行的 如果不是你殺了那些無辜的 這是最無人 最無意思的 美國的事情有時候就是這樣 美國好像現在在中東住這麼多 它的兵力很分散的 當時你記不記得83年的時候 拉巴南襲擊美軍死了很多人的 200多人之類的 那麽就馬上立即撤了出來 就是馬上這麼強硬的總統 立即撤了出來 很簡單的 不想把這個戰線拉得太長 現在你看看美國在中東 這一刻就對著伊朗 整堂的那些前哨站 幾十人 幾十人一個都在這裏 人家很... 我還不明白為什麽會有很多的 我看整個敘利亞、Jordan都有 那些前哨站的 是啊 無辜的做什麽搞什麽 一到這些錢撥了下去 不收得 年年都要 年年都要 就是年年一個 Stand calm 有這麽多 Stand calm 跟人爭這個 所以弄到 現在你南部邊界弄成這樣 去看別人的邊界 很愚蠢 你猜這次死了三個人 美國你猜報復 你猜拜登會做到哪個程度 報復都是炸他一些軍事設施 或者是打他那些武裝武隊那些什麽 拜登昨天也說 就是那些反應看見 我整個真的...你真是害怕啊 如果大家上網看他當時的講話反應我們 就是全部真的痴呆 我真是很令人害怕 在伊朗那些所有的設施 包括那些頭目住在哪裏呢 以色列是最清楚的 以色列整個間諜網在伊朗很厲害的 因為以色列你分不出他是猶太人 還是伊朗人的差不多一樣的 就是那些所有的特徵 那個民族特徵是一模一樣的 那些猶太人跟伊朗人差不多一樣的 伊朗人是有很多猶太人 所以那裡頭 美國現在就怎樣 伊朗是大國來的 無論人口多少 他文化資源他十業派的 穆斯林十業派的核心在那裏 他跟沙特在兩邊 沙特是這個順尼派的頭 就是一個 兩個領導 所以文化 九十億穆斯林這個世界上 所以你這樣這種對峙起來都挺恐怖的 美國引起大量那種恐怖主義也好 各種這種反應 我現在老實說一早就不應該搞成這樣 但是如果搞成這樣變成對付 可能特朗普那些人 我有時候很討厭特朗普那些 就是亂說話又不像大國領袖 但是他有一條就樹立了 他就unpredictable 無法預測 你不知道那個是真的假的 小夏他未必是講給你聽的 他可能講給對方聽 你明白嗎? 他就是講給對方聽 他虛實嘛 他講話 不讓你知道是虛 又不讓你知道是實 那你才頭痛 那你就不敢動 他就靠這件事 集住你 就是我們中國專制兵法裡面虛實 他用這招東西 那天那些人問他 他說台灣你會不會駐兵啊? 如果中共攻台灣你會不會出兵啊? 他說這些都不講了 講了給你聽 講了給你聽 就是沒有了那個虛實的東西 這一下就是用來嚇你共產黨 你如果打我可能什麼什麼 但是我不講的嘛 不講是你講厲害的嘛 所以伊朗上次的薩利曼尼被他殺了呢 伊朗一直都不敢動的 而且伊朗沒有錢被他搞到制裁制裁 是啊 拜登上去給伊朗這麼多錢 這次說他賣油賣了一百個Billion 貪賣了一百個Billion 那你有什麼錢 你說一百個Billion怎麼用啊? 有錢就折騰了 就支持了所有這些 這些組織 恐怖組織 那就折騰了 那就自己真的 真的自己聽衰了 所以 所以說回一會兒 小夏 如果中國都有常委 政治局常委 如果習近平的身體有什麼問題 那些會不會是常委決定呢? 還是元老決定呢? 還是紅二代決定呢? 還是把團派搬出來呢? 你怎麼看? 紅二代是沒有權的 紅二代的人被人編權化了 團派都不搭配 團派都入了什麼 其他 你說沒有元老的 中國哪有元老呢? 那些以前有權 比如曾慶紅那些比較有權的人 會不會出來說話呢? 老得只有一兩個 死到七七八八不成不成氣候了 不夠勢力 不夠勢力 最後你整個 而且不是不夠勢力 還是有什麼呢? 它有一個整個官僚體制 這個體制中間怎樣去運作 你哪個人下得命令 下得去哪裏怎樣運作呢? 你要整個體制的嘛 你就不像以前 以前毛澤東 就算鄧小平也上來 基本上是一幫土匪原來上來 大家之間拍胸口 喝酒拍胸口就做得了 現在這幫官僚來的 這幫官僚呢 你有寫指命令下去 根據哪裏這樣才行的 不是那種拍胸口 我最快去做什麼的那些人來的了 小說毛澤東說槍幹指出政權 那誰有可能可以拿到那個軍隊呢? 現在沒有什麼 現在軍隊又是官僚化的 如果習近平有什麼事 誰可以拿到的軍隊呢? 張友俠不是政治人物來的 現在的軍隊又是官僚化了的了 又是搞不好的 又沒有中心的 官僚化了之後 其實是好事 變成國家化 軍隊不是國家化的那一條很恐怖的 變成私人軍隊 是不是呢? 你拿軍權 現在拿了沒什麼用的 現在軍隊是很大的程度 老老實說是國家化了的了 現在暫時是軍委來負責軍隊 軍委、副軍隊 又是流水這樣動的嘛 很多也是 沒一個人說以前好像賀龍 老子打江山下去嘛 然後一堆暴霞 原來都是這樣 那裡無謀都是這樣打發江山那些人 我們紅一軍團 紅二軍團 這樣說 現在沒得說了 現在 沒有人有聲望 軍隊裡面沒有什麼人有聲望 可以站出來的 軍隊呢 你知道共產黨上去做軍隊 那件什麼很重要的事情呢? 共產黨自己是拉 證明江山上來的 我們湖南的湖北 黃江的什麼東西 共產黨上來之後 一個班不准有同鄉的 什麼時候開始的? 共產黨上來之後 幾十年都是這樣 這個很嚴重的 同鄉那些就是造反的 不准有 沒得同鄉全部 招兵到五湖四海 大家來自五湖四海 就混了 軍區司令調動 沒有人有子弟兵的 以前 中國以前造反的都是子弟兵的 共產黨就知道了 所以那些軍區司令 就是老一批那批 比如四野進了廣東 四野在那裡 三野 鄧小平他們部隊在那裡 現在全部 這些人都是調動 去那裡做官 去那裡做官 那裡做官 有時候靠到一些領導 但是沒有那種傳統 那種封建軍隊的中心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 這個就造成了軍隊 一定程度國家化 他雖然是黨指揮槍 但是在現在這樣的制度下 當時講的黨指揮槍 當時毛澤東講的黨指揮槍的時候 那個黨不是那麼大的黨 當時的軍隊 你想想張國濤 拉了自己的軍隊走什麼事 都有這些可能 現在不是這回事的 嗯 所以軍隊裡面又看不出有誰可以突出的人 是不是? 不用看了 沒有啊 直接沒有 是不是? 不 沒必要看 因為它不是那種權力結構 你說國防部長 你知道中國的國防部長 以前看的規矩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變成了 最多可以調動一個年而已 是啊 沒有得調兵的 要這個簽名 那個簽字要做什麼 經過很多島 很官僚化的 他說給武器 給子彈又要分開來領的 是啊 你說國防部長要做反應 要怎麼做呢? 現在你想想這些人怎麼做 沒得做的 所以呢 這個體制是一個已經是整個 控制很嚴密的國家官僚體制 在這個官僚體制之下 你腐蝕它 貪污它 你有辦法 你要推翻它 你真的沒有辦法 譬如他不在世了 譬如好像王岐山、李源潮 這幫人有沒有希望? 他希望來做什麼? 他有什麼必要? 會不會出來 他自己會不會有人捧他出來? 沒有人有這麼積極的 王岐山快到了80了 快到了 又沒有小孩子 他找什麼樣子 就是王岐山下面的人 我也認識很多 最年輕的人都70了 沒有嘛 大家欠哪一條? 所以就是國家又不是自己的 所以李源潮會不會 人民記不記得他的問題? 李源潮好像五、二、三年而已 是呀 年輕的幾年 是呀 沒有這樣的野心 這些是讓人提拔的 他們是讓人提拔的 不是自己去搶的 不是去打江山的人 不是那批人來的 所以那些人就不敢做 習近平 你說明天死了 明天死了會怎麼樣? 政治局出這樣的決議 誰負責哪裏 就是這樣了 集體領導 是的 所以我是對中共那些人事變化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不知道哪個是Elmer沒有了還是我沒有了 可能她有電話 我為什麼對中國人事沒有興趣呢? 我確實是覺得那種人事對中國的大波影響是很小的 哎?Elmer為什麼回不來的?可能 所以她今天 我不知道是我下了還是她下了 所以我繼續說 就算到時候我下了 可能她也繼續在說中 總之我就說 就是說習近平 哦 應該是我還在 應該說習近平的傳言 她又如何身體狀況 所有這些情況 倒轉了 不好意思 有個電話 我想到人家有電話了 不好意思 我剛才說 不知道是我下了還是你下了 是 我的問題 是的 我剛剛繼續在說 我再說 我對中國的人事變化不敢興趣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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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關的 但是從歷史角度 你看了很多朝代 你讀歷史 應該現在這個體制會變成什麼體制? 現在整個體制 這個體制打垮了 就是消滅了所有的反對力量 這個體制裡頭 一路 我都說 慢慢一片 如果出問題 一片爛泥地 慢慢沉沉沉沉沉沉到什麼時候 這個是有時間 沒有辦法斷定的 而且這種事情 還有很多國際形勢在這裡決定的 你說中國要怎樣 美國會怎樣 歐洲會怎樣 世界會怎樣 不知道的 這些真的是 我舉個例子 時間大家都不知道 但是遲早會變成怎樣 會不會跟美國走呢? 美國跟誰走 我都不知道 是啊 真的說不到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看回以前就可以了 看回將來 你們怎麼預測將來 你說各種變局太多 而且歷史沒有之大變局 從世界的角度來說 比如 我就是... 那時候沒有一個美國這樣的人 真是在看著他 美國都... 看看誰呢 看看誰上場呢 美國的影響力去到哪裡呢? 而且美國國內有很多變化呢 我有一些悲觀的說美國 美國是衰落中的 這件事情 我們就清楚 我們在美國裏面就清楚 他們那邊的人還是想著以前的美國怎樣怎樣怎樣的 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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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想著相反的 中國人是想著 特別是中國的那些上層階級 是想著美國衰落中國興起的 老實說 你看 當時王岐山叫大家去讀那個 讀那個Tocqueville的大革命 讀那些書 他們... 我這樣說 我跟中國 美國兩方面的人都很熟悉 美國對中國的了解 遠遠趕不上中國對美國的了解 同意 同意 這個是老實話 這個真的是 就是說 你說他們那邊的人以為 他們不會 他們知道美國民主制度很多弱點的 很多人美國留學回去的 而且天天都關注美國 有時你去看書店 去中國 那些同學開書店的 那些 我那時候真的很吃驚 為什麼美國這麼新的書 你們都有 好像... 已經翻了出來 我剛剛前兩個星期出的 Mike Waller的書 說疫情中文 我跟你找出版寫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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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出就已經四川已經買了 厲害 厲害 美國未出版中國 私用中文出版還是英文? 四川普是中文 英文 一出中文之後馬上翻譯英文 一出英文之後馬上翻譯中文 每個語不同語言 同步做事 是的 到這樣的地步 你想想中國對美國那種追趕 而且 Publisher 說在中國的銷售量 一般都是美國的幾倍的 但是你算一下中國的人都是美國的三、四倍 計四倍 但是同樣一本書 暢銷書 我們出書都知道了 在中國的銷售量 中文版經常是遠遠超過英文版的 比如拜登還沒睡醒 如果特朗普我們就比較了解 這些事情很難說 如果特朗普今天是執政 習近平有什麼三長兩短? 特朗普會怎樣反應? 特朗普會反應是很友好反應的 就是特朗普做生意人 你知道了 他永遠就不會因為一句情緒的問題 斷了你的生意前途 是 他一定習近平死 大家先坐穩 看看中國會怎樣變 怎樣變之後 下面美國怎樣去獲得自己的利益 一定是這樣 他不會一句上來 就說你們專制者死了 這樣的一句話 他不會去查這些關係的 特朗普的那些樓 他在紐約開發的那些樓 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 實際就不是什麼特別 但是擁有他的名字 你告訴他 我住在特朗普的樓裡面 就是很有面子的 所以全世界的那些有錢人和那些政要 都喜歡在他們買的 所以他什麼人都碰到過 他什麼人 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朋友 他的朋友的意思 我跟他很熟 可以對得上話 不是那種說有友誼 或者有那些友情的那些朋友 他的意思是 我跟他很熟 可以隨時扭起電話 大家講的電話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不要誤會的 一直川普又說跟普京很熟 一直川普又說跟習近平很熟 就是好朋友 好朋友的意思是他的好朋友的意思 就是我跟他很熟 可以隨時可以聊天 不等於利益那方面 利益完全沒有關係的 利益是做生意的人 利益是做生意的人 有錢的嘛 你給錢我賺 你就是好朋友了 就這麼簡單 最重要是他這樣出這樣就行了 另外一個他是叫美國第一 從美國第一這個角度這樣講 America first 美國當然是朋友越多越好 敵人越少越好 敵人呢 如果你真的對著敵人 你要壓倒他 震倒他 像伊朗一樣 取消他的條約 取消那樣的 拜登上去恢復了 就要給他這麼多錢 但是呢 有一個好像俄國 中國這些大國呢 他是要避免跟你正面衝突的嘛 講了說烏克蘭戰爭 他在這裡不會打的了 都還沒開始 如果普京說什麼我要打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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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大家聊天 馬上開始和談 起碼幾十萬人都不用死啊 特朗普那些可以立刻跟你就可以聊天了 拜登就是你走一步企 我走一步企 你走一步企 他不是說拖 他也走一步企 但是呢 變成了大家是對立式的 特朗普立刻走過去 立刻解決有什麼問題 怎樣怎樣 特朗普會自己的拜登這些是受的利益集團 他全部是被人買的 那些軍火 有機會買軍火 哇 整千多億 剛剛烏克蘭的那個外交 不是 烏克蘭政府才說 美國給他一個幾多萬枚 十萬枚炸彈 那四千萬元全部被烏克蘭國防部貪污了 烏克蘭政府自己公佈的 是啊 所以輸了就該死 輸了就該死 這些事情 腐敗成這麼亂七八糟 你怎麼說呢 你又腐敗又穿制這樣的國家呢 你就是美國 不是說俄國好到哪裡 馬上要美國去停戰停戰 別打 別死人 不要搞成 現在今天又下不了台 今天真的整個戰爭 你現在報紙就不見了 進退兩難 進退兩難 是啊 報紙沒有得進的 你沒有得進的 而且你沒有什麼退 你現在就真的到現在停火 小死的人 死都撐著不停火 軍火箱很厲害的 尼克希希尼還要加倍 還要加倍 還要加倍 加倍就算了 加倍就算了 不是啊 加倍就是給錢 加倍給烏克蘭錢 是啊 彭佩奧都說要加倍給錢的 是吧 2300億 現在是2300多億 現在是2300多億 美國的權力很大的 中國會和美國搞好關係 肯定哪個接班人最有可能性 一定會想辦法和美國搞好關係 習近平現在是想辦法的 一樣 他也在想辦法 但是他已經搞得禍了 被他炒禍了 很難搞得好啊 不是說他不成功 這是另外一件事 但是當習近平不在的時候 你猜誰又和特朗普搞好機會比較大一點呢 這個現在呢 習近平到現在 中美關係到現在 兩邊都是 就是不理性的成分已經小了很多了 就算是誰上去呢 從美國這方面講啦 美國比較多的主動權 美國一直在想著 特朗普那一套 我們這些生意蝕得這麼慘 全世界現在 全世界到處 拜登的想法 全世界到處著火 中國不要再著火 特朗普 怎麼找回 就是它是一種已經相當理性的計算了 中國方面都已經是很理性的了 中國方面就知道 習近平說有一千個理由 你又要搞好關係跟美國 知道要靠美國 要靠美國 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就是怎麼說呢 中國現在是製造業 就大到它可以自己成長 但是如果被美國為追倒截 中國是慘很多的 特別是目前那個 中國的大台高速 加上人民的失業 所以中國就是盡力 中國不是怎麼惹美國的 現在盡力保持 美國就不要跟它為追 為追截到這麼多 就是了 那另外一方面 自己在開金磚國家也好 什麼也好 自己在開生路 現在習近平也在想爆發修補關係 但是這次在曼谷 王毅和索利文開會 這次又炸死了四個人 炸死了三個人 那些矛盾控制不了 現在這樣也是 炸死了幾個人 你無法招待中國頭 這是確實的 這個是伊朗那邊做的 但是中國跟伊朗有關係 現在美國跟伊朗 你如果不推翻到別人的政權 或者不能做這些 那美國需要有人在中間做協調 俄國也是美國需要有人在中間 所以中國已經多次表示 很願意在中間做協調人 美國也都需要 那你協調人呢 以色列想做過 印度想做 始終是力量不夠 所以中國想做 這個也是美國有美國的考慮 但是美國現在共和黨很多人說 那些禍又是你闖的 就是你開始的 現在你又要做和事佬 大家很多人對它不信任 不信任是應該的 不信任是從來都不信任的 誰信任誰是笨蛋 但是不信任 我覺得國家之間 特別是有些敵對情緒的國家之間 不信任是談判的前提來的 信任是很笨蛋 大家默默的信任 你都是被炒過一腳的時候 所以一定要不信任 就是Reagan說的嘛 我說我採訪過的人搞他那句話 就是俄國言語 Trust but verify 是俄國言語 它是對俄國說的 還是這句話本身就是俄國發明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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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朋友 就是我採訪這個人呢 我後來和他找了幾次都算熟了 他現在不行了 他當時是俄國俄羅斯文學專家來的 在俄國做研究 所以他回來和Reagan成了朋友 成了Reagan的俄國問題顧問呢 他就說俄國是一句言語 言語 那個俄文讀出來 我忘記俄文怎麼讀了 俄文讀出來是一句押韻的話 成語 成語來的 英文就是Trust but verify 所以Reagan就用不了他這句話 後來他寫了一本書就叫Trust and verify 哦 俄國人是很踏實的 就是做事很實在的 就沒有這樣的花招 那些人很好吃 說到最後 就是Trump 他可能對那個將來有什麼事情 譬如有成計人 他對成計人都有一定的所謂 可以有一定的影響力 選誰做成計人 你是中國啊? 是啊 現在 不是以前啦 以前沒有 現在有可能有些關係的 不是很相關的 就是政治局整套那種 你平衡我平衡那種情緒 那種方式 就是看內部怎麼平衡 我覺得外部影響都是很小的 可能香港有些希望 就是香港的將來 如果習近平這套東西不用了 那香港呢 唯一夠香港 就是可以香港幫中共賺錢 就是美國肯不肯回頭 所以又是可以香港那裡有一個機制 那那裡是複雜的 複雜複雜 現在香港根本連習近平那些聲音都聽不到 唉 中共現在 中共現在只是炒了 香港不敢承認 唉 當沒有發生過 迴避了 直接不談 香港那幫人都不知道怎麼辦 但是一天說一句 你說一句 我說一句 根本就是不斷在那裡拖 又是一個拖字 發生了一些報道 香港的高官 中國發現這些都躺平的 全部都在那裡 李家超那幫 唉 為什麼香港這麼出能幹人的地方 弄了這麼一幫人上去 老實說這些人 又不懂怎麼和共產黨大家聊天 不懂得聊的他們 完全不懂的 他們沒學過 拆上來都懂得執行命令 是 跟共產黨又不懂得談的時候 跟自己人又不懂得去擺平 唉 沒得說 現在看沈黎智英案 就是 那你說 是啦 就是抓緊還是抓鬆呢 那個信號是哪裡來的呢 他們當然是等著習近平出聲 但是談不到 那個夏寶龍的級數不夠 級別不夠 還說要退休 是 不知道了 Anyway 好 今天講到這裡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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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